彻底分手了吗 徐通和瑶瑶关于对方的简介已经删除 就在刚刚 不少细形的网友发现 之前两人都保留着的一些同聚合派视频 也都已经删除了 看来努力了这么久的徐通 还是没能挽回瑶瑶 不过网友们却顾不得为他们俩的感情 感到遗憾和悲伤 反而在评论区玩得不亦乐乎 前有伪装瑶瑶去李志景评论区 把李志景吓一跳 随着网友的不断传播 最后还得让李志景单独出个视频来澄清一下 后友来自全国各地的徐通和瑶瑶都会集在一起 大家干脆直解带评论区唱起了双簧 电脑卖了吗 一句话借不了别来找我 这炸裂的发言也是真够拟天 看来篮球圈一点也不亚于娱乐圈 估计除了当事人 也没有人会真正在意徐通和瑶瑶到底如何 在前几天徐通和瑶瑶还被热情网友 拍到两人共同出现在谋商场逛街 这也是两人分手之后的首次见面 许多人都觉得这是他们俩复合的信号 又或者是他们俩分手是剧本现在已经被发现了 不过在这次会面以后 两人并没有按照所谓的剧本感情慢慢好转 瑶瑶还是保持着超高频率的更新 在评论区里面 她丝毫不厌是对徐通的失望和对分手的决绝 如果说一开始可能只是气话 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就连真正的徐通也不来评论区反思自己了 那么徐通最近在干什么呢 就像这位网友所说 CSGO和篮球的前世今生 毫无疑问这又是暗讽徐通的 因为不少人都把他们分手的矛头对准了CSGO 然而徐通依旧借不了CSGO 不过据说他已经把电脑卖了 不少人都感觉徐通变了 许多人都喜欢几年前的徐通 视频中的他虽然多了几分志气 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阳光充满活力 经历了这么多的徐通也在积极地寻找自我 在他的视频中也逐渐看见了 他早已承诺却未曾实践的每日训练 虽然感情知识非常复杂 也不是几句话几件事就能改变 但是也只有自己优秀起来 才能吸引到优秀的人